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公有几个偶然间这样还可以 酗酒就不好 是不是 这样不要 结义敌生命 今天讲这些话被录下来 着进生命起 注意这句话 为什么要生命 因为执着 那个静 就是甘心提示 静 会让 心会随静再转世 心理迷失在静上 心理执着在静上 比方说眼睛 眼根 面对着色静 色啊 色静 心心色色 你是不是起眼视 眼的分别 因为你执着在那个色的静上 你就会起那个心的分别 比方说 喜欢 焉悟 就去做靠悟 爱悟 死了进一步 要想得到 你要扮得 就怕失去 所以你那个念头 就一直就在两头里面 垫来倒去 跟着 那就说在生命中 在那边转来转去 所以生命中 所以生命中 第一个念头来了 就过去了 再第二个念头又来了 过去 再第三个念头又跑来了 没完没了 所以众生心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生命性 也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念心 执着在这个摄像上 执着在摄境上 所以你就会一个念头 接着一个念头 一直来一直去 一个来一个去 一个来一个去 没完没了 所以这就叫众生心 众生心就是有 那么多那么多的生命性 那现在你就要进一步 要再 我再强调一个 而这个生命 生命不已的生命心 就是因为你攀岩 你执着在摄境上 是不是 如果你这一念心 对静 但是如何 不走 不攀岩 不执着 勿来则硬 过去是不留 对不对 当我在造这个静的时候 勿来在硬的当下 我这个心在起用 可是这个用用都还是归体 你要好喔 不理本体 用的当下也不理体 因为体用不饿 这个很难做到 但是如果你们今天听懂啊 做得到的时候 那就给你控制 好 好 当你在起用的当下喔 你要知道 那个用其实是不理体 因为没有体哪来得用啊 是不是 可是当我们这个体在起用的时候 我们往往就轴近 轴向在上面 对不对 迷失掉了 那现在只是要 让你在起用的当下 要注意 那个能起用的 那个体 那个清楚明白 把你的本体 内念的清楚明白 还是要明白 还是要清楚 坐清车啊 就像那个镜子呢 它怎么造 造这个杯子啊 也好 造茶几也好 那个镜子 还是镜子 是不是 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来 镜子不会 就这样的无损 镜子没有失去 它本来没有摸 所以我不是要讲说这样的 硬而不常吗 硬但里面没有执着 叛眼做东西啊 是不是 它只是造嘛 它没有执着啊 所以叫造 它并不是叛眼执着在上面 但你叛眼执着是用我们的意识分别 用意识地的叛眼执着 如果用的是那个般若心呢 那就是造 那造立的被执着 造立的被叛眼 要抓在这里 那你就不会在生命中颠倒 它怕我们听不懂 其实这个话已经讲得很白了 它用了一个提议 就像水有波浪 积民为慈爱 最起波浪 就是有生命嘛 那个波浪就是 水波起来啦 然后下去啦 这叫波浪 有高 有低 对不对 吹起来啦 高 生 掉下去啦 刚才的那个 没有 但是你这个波浪 再怎么样的起起伏伏 再怎么样的生命 还是水 只是呢 现在呢 这个水呢 因为风吹啦 它就起这样的波浪的 这个起伏 可是你不要忘了 波浪还是水 不理水 所以我们的妄念 我们的虚妄 我们的这些种种的 示威 所有的心 其实 它还是 万化 不理自信 只是这个自信 它 现在被 古史以来 因念的 无名的 夜市之障 那个夜市 就叫风吹而起草 波浪 所以 这个波浪 不止波浪 这个水里面 因为有夜市无名 所以还肮脏呢 有丫 但是你又怎么走 又怎么看 又怎么看 又怎么多清 它的本质 还是谁 又是水 是水 吉民为生媚 所以有生媚 为此案 所以此案就是有波浪的 有生媚的这一案 有生媚就有波浪 有人就认为说 因为有波浪 所以我人生才是很彩色 那时候才是很丘区 多才多知 虚无佑 你突然发现到 世间人追求的东西之外 真的是虚枉不死 你并不会真觉得这个 你会胆 你 不要说单独 我在跟你们讲一个时候 我们现在在座的 长起这样的 过我不是自在的是多老师啊 今天还有没有老师啊 没有啊 坦白讲 我是一个大文化之人 他说 我告诉你啊 那个魂不晓为什么 那个魂不晓为什么 我有时候看着 我就走不下去 我没有刻意 把他当戒笛手 可是啊 乔以来 我 我有说 我没有刻意变起来 但是当你那这一念心 你越来越清楚 越明白的时候 你自己明白 什么 就该怎样的走 你根本不需要刻意 要去照走 不照走 但是我并不否定 我们就先把它当戒律在手 一步一步走进来 我只是证明说 确实真会如此 真会如此 真会如此 吃不下去 你真的吃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有一股 很不好受的味道 很奇怪啊 其实也没有奇怪 你要想啊 那众生啊 那畜生啊 那畜生到 他受苦 他也有生命 你看那个 生命的那 那个一片 那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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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 那一片 那一片 哪像一片 老爺在闹 忏忏到几点 忏忏 我在读晋学国想的时候 六年节 我都还记得 我们那个是公友 那个是退一句 一句是这样搞 这样搞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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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我们学校团就都在学校团 这工作是很不应该的 学校也不应该 当场在那边 台语这么高 台语要吃 你瘀得闹心 我的眼睛 看不下去 那个苦的要命啊 那个哀嚎耶 但是有时候这样为什么会这么残忍 看着他在那哀嚎 我说想不透耶 所以现在你怎么会有这么残酷的这一点呢 是不是 所以出生到痴迷也蛮可怜的 你做不了主耶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好好的要修行用功啊 我们就是在散散道里面做人道 虽然有苦有乐 但至少我们因为这样的感受 就知道更知道要用功了 好好的敏心见心见心惨祸才重要 不要像谁咧 咱们这人一直在情厚浪 一直在这个生死中堵围 你一静就无声美 走静就生美情 那你现在面对的所有的静 真的各位要这样有这个本事喔 不管是内外进还是内进 你心里有时候也会起一些进出来啊 你要知道 外在的所有的这些镜像 虚妄不实 深昧不住 我们内心里面起的那些静的念 念静 你何尝不失 深昧不住 虚妄 所以 你可我知道他 希望 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你怎么会住在那边 离境啊 你不住在这个镜上就没有深昧心啊 就不会起深昧心啊 不住在深昧 所以你要住以后 一住 一知走就迷 你迷在镜上 你就在深昧中哪种 其实用功修行最终话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真昧心千万不要保持 不要迷失这样 因为当你迷的时候就会执着 就会攀岩 因为这个对镜就起许多的贪嗔痴 慢疑都跑出来 邪见都出来 贪嗔痴慢疑邪见 这六种根本烦恼 都是因为你这一念心 执着攀岩在这个镜 在这个向上 就在这个生命心中在那边颠倒 所以离境就无神没 无神不没 所以各位就要从这边下公路用功 如水就常通流 因为我不执着 我不攀岩 我就没有障碍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像水一样 水都没有障碍 它就一直畅通 那我心没有障碍 我的心也是海阔天空 没来没去 没在事 来而没有来向 去没有去向 灰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就是你讲的 还要灰灰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表示我都亲自在 就已经造作了 这个叫做彼岸 这个叫做彼岸 所以这个解释用非常好 彼岸是离生命 那时候要跟各位讲 再说一遍 离生命 不要有一个能离的心 不要还陷入在有一个手离的境 因为那个离生命的无助心是我们本具的 这是我们本具的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何其自信本不生 本不生 所以不生命的那个心是本质具足 因为他无助他就不生不命啊 助就有生命啊 所以离经 叫你离生命 其实就叫你还你本心 返造自信 也就是禅宗说的本来面 这个本来面 默念在进度中就叫做长极光谱 这一种文字是在说来一段时间 但是要真清楚波罗蜜 火罗蜜不就是为了是波罗蜜吗 道彼岸吗 不就是为了了神脱使吗 不就是为了明心见心吗 那里面要有正知见啊 我都真希望今天有真的言在这里讲 也真的是希望各位真能够体会到第一的 不就是不就是你还差一点点啊 还差一点点啊 道教的时候 还要当大上之士来跟你讲上来 讲上去 你点点才要放下来 要放下来 因为你留情啊 这绝处不留情 只有你留了一点点 一点点 还留有一点点 那也不行 那个禅师有时候在打禅气的时候 他会看到你的状况 就会叫你放下 放下 你觉得我都放下了 还要放下 放下 因为他 那要你彻底摇摇到一些些 留一些些都不可以 要有一点点就不行 一些些 还有一些些 变得给你教会说 啊 整都放下了 什么都不执着啊 都完全 万年都放下 连放下的心也放下 你一天 嘴天 嘴天 你都放下了 一空一放 啊 你看真的 才真的大自在 所以人家 人家说话话 是人家 人家说 人家说 人家都不知道 我才很好啊 在地上把我量力量 这是常识 看你的气 我又跟你说话话 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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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善知事迷人口恋 当恋知时 有望有飞 恋恋肉行 是明真心 物持法则是般若法 修持心则是般若心 不修即凡夫 一恋修行 自身等佛 前面那一段已经讲得清楚了 下面要讲就可以快了 各位到底要做一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做得了主的人 处处都做主 四四个个都做得了主呢 还是呢 你一直迷 为什么要迷 这一道源头就是因为 无始以来一念无明嘛 这一念的无明就迷失掉 因为迷惑啊迷失啊 所以你在造业 对不对 造业之后 所以你在受业的苦报啊 所谓非道有三 惑道 迷惑的也就是迷失嘛 业 业道 造业 是非道哦 诶 这样东西非道哦 那不是正道呢 受苦报 是不是也是非道 因为是受苦果嘛 那在口报 口报啊 所以叫非道有三 厚道 我被写一版哈 迷惑的厚 厚道 还有一个呢 业道 怎样 还有一个呢 苦道 受苦 苦报 所以大家来做一点 追悼研讨 就是那个厚道 那个迷失 而迷失的那个追悼研讨 就十二言计划里面说 那个无明 无明言行行言事 所以各位绝对不要做一个迷人 迷在贪嗔痴慢疑邪见上 迷失在财色明实碎上 那都是迷 那你不清楚不明白的人 虽然也知道波罗重要 但是他心 这念心 没有印心不明白 所以他只是嘴巴在念 默默的伍深 无好 Charge dell波罗org 官知在菩萨心身 蹦脱概量 当年年才 Wyoming oxic 啊 老师我功课做完了 我今天跟佛头说 佛头 阿 després зна dank noticing чтобы body 谢谢 我怎么 rapid 就是 borders 你 gang 佛陀陀 沒你整天啊 你要不要用功 你愛自己負責 務實制度啊 迷了說 失度 苦口婆心的 就看你聽的聽不懂 所以各位要注意啊 不要可憐 因為嘴巴在念你 根本離開了這個本心的修行 都是假的 沒有在這個心性上用功 你只是在文字上用功 在嘴巴上講 會怎麼樣 嘴你講 當念之時有望有望 口念 我好波羅波羅蜜陀 我好波羅波羅蜜陀 你看有沒有失敗 我剛剛在念的時候 念啦 果啦 念啦 果啦 對不對 天咎 念啦 了過啦 第二句 又在念 生 念過啦 滅 對不對 第三句 師父一直在生命中 那我們的念頭呢 在我們在起心動念的時候呢 這個起心動念的時候呢 有望有揮 希望 因為這個念頭是來來就去 去啊又來 有虛望 有揮 因為這個念頭 都在兩頭啊 有對 有不對 有不對就有對 兩多兩頭 有 因為你思索在這上面 思索在這一端裡面 所以 你的可怕就是 當你在起念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這一念是個妄念 結果你有望 你執著在妄念上 有的是只有嘛 只有在這個妄念上 不知道它是虛妄 你執著在非 錯啦 你還不知道 你還抓住了這個錯誤 固執地認為這是對的 因為我執我見 有一個有 有就執著嘛 執有嘛 這個有就當作動詞用 就執有 執著的執 那要怎麼辦 那你就要念念 要肉行 這個行指的是心行 其實我覺得這個行不只是心行 念念 當然 因為它這麼講到念念 所以 如果你們能夠體會到 這個行不理本心 你的每一個念 都不理主行 不理本心 這個念 都不理本心 那你想想看 當念極空 當念極空 這個念沒有理本心嘛 換句話說 當念極空 念的當體不極空啊 這個念也有離開這個本心啊 換句話說 還是不理真如啊 自信啊 所以這一念 我清楚明明白白 那清楚明白 我就不會執著在忘念上啊 是不是 我不住在念上啊 我無處啊 啊 我為什麼會無處 因為我沒有離開我的本心啊 我跟你們講 這些都是修行上的事啊 今天要聽到的事是 省掉裡面在那邊造好幾圈 因為我也吃過這種苦啊 可不可以認為說 講出來很簡單啊 那你一生 你睡不出來的事 你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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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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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到底是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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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想想啊 都不用想過啊 那邊就好 我當然有時候在想 我現在都不會再去想著了 我在三四十歲長的時候 我還算是用過對不對 我還沒試試看 我真的用過 我連打一個太極拳都用過 我現在實在是他的男人 我當十幾歲的時候 我學會太極拳我就很用過 我連在睡覺都在打太極拳 音上沒用心 睡覺打太極拳 我都在打太極拳 我就標誇了 我意念 我睡覺 大家睡覺都在睡覺 我倒楣了 是不是啊 不是我忘記的 我中學前不講很精靜的事 還好啊 老天保佑的成績都還可以啊 那時候我在練太極拳的時候 我跟你們講你們會做得到嗎 我關這個雲鎖啊 我在體會那個雲鎖到底怎麼一回事 雲鎖啊 我可以一個雲鎖 剛剛關這個雲鎖打半分鐘 等半個小時 因為我在那邊感受 到底那個雲鎖是怎麼一回事 我把這個在打雲鎖的時候 把全身鬆到一無所有 鬆到一念不生 我那時候哪知道什麼叫一念不生 可是因為我當時是想讓他鬆鬆 鬆到之後發現 欸 我說電頭怎麼沒有啊 電頭 清清楚楚明白 沒有雜念的 那時候不知道嘛 誰跟你說 女的因緣就不夠了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回到那裡去做這個 嗯 嗯 嗯 真的啊 我說 我有時候在說 這條路的這個修行有時候 很奇怪 很奇妙 啊 很奇妙 所以喔 我在這當中有一段時間 有時候碰到那些的問題 壓力別過關 啊 壓力別過關 現在好像比較知道啦 我講給你們聽希望 你不要受那麼苦 有時候你不要覺得那麼一點點 你哪一點點不知道就夠不了關 嗯 所以你們的福報多大啊 我有時候想到裡面的時候 我真的講啊 我真的知道 我覺得我是愛護 我就想要等到 我真的到同學 我真的很想啊 跟他分享 可是我又不能講得太明白 我以為我都怎麼樣 沒事啊 我看完一年了 因為一年碰到的時候 他就 他就跟我一直在問 一直在講 來聽到什麼叫水紋 入關 你觀看他問題的問題就知道 他又進更上層了 只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入關 有時候 我有時候覺得也很奇妙 他每次提的問題的時候 我從來腦筋不問自己怎麼思考 很奇怪 就自然而然就知道 啊 這樣的回答啊 嗯 哇 我想不到 我就會搞得糊塗 我總會 以他來講 他的邏輯觀念比我好啊 當法觀念 邏輯觀念不是比我好嗎 他如果要跟我辯解的話 他比我還偷偷是道啊 奇怪呢 他怎麼問怎麼講 我都可以給他拔得出來 他講過以後我會忘了 跟我講之後我就忘了 我不會去擠啊 我常講這個就是他的意念 只是 只是藉我的口供念 也一年如此啊 但是他如果沒有擠的話 我不會去跟他講 我怎麼講 你看這個地方寫得多好 戀戀柔心 心情 各位如果真能做到這個地方 沒念 你都沒有離開你的本心 你的那個心情 心都在那裡 心情情 心自主平靜白在那裡 所以我說人到那裡 心就到那裡 有沒有 我現在在上課 在聽經 我的心就在聽經 那能聽經的那一念心 我在不在 在 那 那 明真心 那個 真實不虛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自信 就在那裡 就在那個念念肉形的 那一念清楚明白的心那裡 能聽好 能聽好的那一念心 能嗎 就是那一念心 那個是真心 北五七疼 物詞瓦則是般若心 這話講的非常好 是什麼這個般若法 你要明白 當下的這一念心 當下的真念心 不住過去 不住現在 不住未來 當下的真念心 不住兩頭 就從這樣的一個法門 下手用功 那個是般若的法門 般若的法門 就是自信的法門 因為自信 具足般若的大智慧 這個是頓悟的法門 這是不惡的法門 所以叫般若法 所以各位要修不惡法門 頓悟的法門 不能離般若 不離般若 就是不離你的本心 不離你當下的真念 清清楚楚明明白的心 這個般若法就是般若法 因為般若不落兩頭 能當中都不離 般若 修此行得是般若行 行無修行 行無修行 就是修得般若行 我在修行 但是我又不執著有一個修行 可行 不就是般若行嗎 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我真念心清清楚明明白白就是波若行 還要離開自信 還要離開自信再去找另外一個波若行嗎 沒有啊 所以我們要修的就這個行 可以修的就不可以 所以就要修那個什麼 修那個修無修 修那個行無行行 修而不住在修的這個執著上 行而不住在行的這個執著上 那就是無助 你有沒有這個本事 我修但是我能夠做到無修修 無的無助不住 不住不住在修的這個 這樣的法面上 不修 那是凡夫 你叫我 要修修修 現在要說不修是凡夫 沒有錯啊 你都不修 修 那你是順著你的夜市在跑啊 就在身分心動啊 但是修 是怎麼修 是一念修修 修的是當前的這一念 你當下的這一念 當下不住過去不住現在不住未來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對不對 兩邊都不住的那一念 這個一念 這個一念的一是不餓 不餓的那一念 有也不住 無也不住的那一念 你正能夠做到這樣的一念修行 你修的是那一念 你修的是那一念 不餓的那一念 清清楚明明白白的那一念 清清楚明明白白的那一念 那是真主啟用啊 真主能夠啟用啊 真主啟用啊 那就是真空妙有祭祖 是不是 真空妙有祭祖 真空 一念不捨 妙有 萬善元章 不是萬善元章 妙有 萬善元章 真空啊 一念不生 必經空極 但是這個一念不生的必經空極裡面 具足有妙有就是萬善元章啊 圓滿 萬善 行一切善 但是不執著在善法上 行一切善 眾生度盡 萬善佛體 莊元佛圖 集會莊元佛圖 世民莊元佛圖 度一切的眾生而無一眾生可度 萬善元章 這叫一念修行 不是叫你還有一個念頭 修得到有一個念頭 要討的啊 你如果叫這盆子這樣結束 我總 我總 總要把他自己找 這個棒子來供奉 看看 蛤 又你看看什麼句話 觀善修行是什麼 自身等佛呢 你那個是法身呢 你那個跟佛呢 不餓呢 是不是自信 自信的那個身就是法身呢 法身親近那個自信親近的 自身那個本身的那個法身 跟佛等跟佛不餓啊 講一個人要清楚的話 跟佛一筆口出氣 都好 跟凡夫一筆口出氣 就夠痛苦的 跟佛一筆口出氣的話 都自在 看你們笑得這麼的華喜 充滿多好 不然這段講 我畫內插一點下 他上次是凡夫及佛 煩惱及佛 這個地方重點在及啊 前念迷及凡夫 後念悟及佛 這兩個重點 一個在迷一個在悟 好嗎 迷跟悟的差別 前念逐境及煩惱 後念禮境及主體 一個在逐一個在理 是不是 重點抓住了 你馬上這個話就通了 上次是莫惠波羅波羅密 你最尊最上最低 沒有錯 尊 到不能說用言語說的尊 最上就是無善 最低就是這 低一地 別能再說的第一 無助無往亦無來 注意好 不助 無來無體 無來者無所從來 以無所需顧名無來 三次自我從中處 三次自我依波羅波羅密多 不得阿妞多諾都三秒三不提 對不對 所以當用大智慧打破五印 煩惱承勞阿 行生波羅波羅密多時 是不是照見五印皆空 度一切苦惡 不是打破五印煩惱承勞嗎 這也就叫做理事無愛 就是是事無愛 用一陣法界來受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如果没有我们找六祖 这要找六祖以前 要生自己的犯罪 有没有祖史修行 变三毒为界定位 很简单 同意了吧 三毒 贪嗔痴 贪嗔痴就落在 夜暴 贪得报 撑得报 吃得报 所以我不是这样提醒你们 虚拟老上一百十多岁的时候 116岁左右 信仲还在来秦法 他还是说的那个话 秦修戒定位 来来 其媚贪嗔痴 他就是这样 这个是最扎实的功夫啊 因为根本烦恼就在贪嗔痴 不是吗 那个三恶道里面 我也跟他在提醒 三恶道里面贪嗔痴 就落在三恶道啊 是不是 修变三恶道的苦啊 那如果是借定位 这不敢呢 至少 至少的话 你还在三恶道里面 那如果能够修得更好的 定位等词 网上一直 借定位就看你怎么修啊 你会修到国小的借定位 还是要修到高中的借定位 还是要修到经文代表 还是要修到经文所的 还是要修到博士 博士后的博士 看你啊 你不要小看人家借定位 还看人家怎么修呢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一个很杂根的功夫 说要勤修 精进 再精进 再精进 每天都不理借定位 不成佛怎么可能 你如果真的是照着借定位才修 修到有一天 你突然大悟 原来借指的是自信借 定指的是自信定 慧是自信慧 阿弥陀佛 你跟佛不合 不是吧 还是借定位 只是 那个是自信借定位 是不是 这段文字实在很漂亮 但是时间已经不早了 大医师还要去当医生去 也是旧事度人 来 辛苦了 这个本来想要讲快一点 我想还是不要快 讲明白清楚 比较重要 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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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